那么莲花生大士可以讲是西藏密教的祖师 第一位祖师也 不管是红教 黄教 花教 白教 西藏的四大教 都很遵从莲花生大士 他就是西藏人口中的Guru仁波切 那刚刚我念的咒 我们本来是念 OM A HOM BEJZA GURU BENMA SHITI HOM SE 我们本来是这样子念的 但是他还有最短的咒 这是OM BEJZA GURU BENMA SHITI HOM 这是他最短的咒 OM BEJZA GURU BENMA SHITI HOM OM BEJZA GURU BENMA SHITI HOM 好 我讲过 他是真正的莲花童子 真正的莲花童子 因为他是在莲花当中 化生的 真正在莲花中 化生的 莲花童 那么按照 这个中国 敦煌石窟 里面的 里面的壁画 在释迦牟尼佛 的 《网生经》里面 记载着 释迦牟尼佛 曾经是 大威德王 那么有一次 他在自己的 皇宫的花园里面 在莲花池 有两斗莲花开放 从莲花里面 也出来两个童子 一个就是 宝义童子 一个是 宝尚童子 那这两个童子呢 也就带着 大威德王 起见 当初的佛 叫做金光佛 金光佛 这两个当然也是 莲花童子 宝尚 宝义 这两个童子 也是莲花童子 根据 大索印的记载 大索印 大索印 就是 藏密白教 大索印 上面他 这个 就是 本初佛 金光词 他把大索印法 藏密白教的大索印法 先传给 宝义童子 宝义童子 那宝义童子呢 也就是莲花童子 大家想到 原来莲花生大士 是莲花童子 宝义童子 宝上童子 这是莲花化生的童子 那宝义童子 那宝义童子 又是大索印的 第二个祖师爷 可以讲 除了本初佛 以外的 第二个祖师爷 哇 莲花童子 真的是好棒棒 大家好 大家好 谢谢大家